在 在 去 你確定有錄齁 因為今天要上的內容他沒有錄到 所以這是文藝的機會 蛤 就本來是要做客戶用的跟高三 對不客 可是現在 有夠給他麻煩 那現在還沒有一個成功傳到上面去 這問是 什麼 來 專業齁 這講齁 這鼓 好 那所以就 這邊 這邊 好 那 感謝你們 本休息 就讓我一起了一個大清早 本休息 第二次 六點起床 七點到下 我們上次是七點五點到下 對 為什麼 為什麼 為了 為了我們的 為了他的繩結工作 好 再想想 現在有幾個人不在來先問一下 第一節 不在了 第一節不在了 第一節就不在了 好 好 好 來 我們請問一下 我們請問一下 我們要快點 問一下 我們要快點 幫我查 不管 那個 我快可以聊得到 那個 第一道航線被突破的時候 就是因為大部分物體表面應該都還是會有一些微生物的存在 所以感染大概難免 那只是說感染之後如果我們要現在去應付這個狀況 就是把這些病訊清除 需要做哪些事情呢? 所以第一個比較重要的就是引起發炎 發炎基本上是一個防御性的作為 屬於第二道航線 那發炎的意義到底在幹嘛呢? 假如說因為微血管在正常的情況之下 那個管瞎基本上比較窄 所以平常比較適合那個紅血球通過 白血球要進來其實有一點難度 空間不是很寬闊 這樣可以了解 那事實上另外一個問題是白血球數量也沒有那麼多 所以是隨地在那邊跑來跑去 其實一眼不見是很大的 可是如果現在第一道防線被突破之後 你白血球再不進來的話 外血球在這個感染一路進到血液裡面去 然後補納感染 當然這個狀況就會比較麻煩 對不對?好 所以 先下台 東西破了 對 麵糠盒是破裡的 麵糠盒是破裡的 對 怎麼辦? 還是金腩盒 哈哈哈哈 中間沒得吃的意思 燒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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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麼肉質發炎 欸!不要煮 不用煮 不用煮 好 這有 熱到會發炎 哈哈哈哈 有機會腳暈一下 對 所以當受傷的組織細胞釋放發炎戒指 引起發炎的化學物質的時候 那個 微血管呢 它的管徑呢 會被撐大 好 所以管腔變大 然後因為 你本來的內皮細胞數目就不夠多 所以管子撐大之後呢 內皮細胞之間這地方會變得比較鬆散 好 所以第一個 先撐大 然後呢 再透過那個 那個 那個 前列腺柱 在小動脈的那一頭 促進那個小動脈的收縮 這樣的話 就可以促進這一段血液的循環 所以會有更多的血液進來 這時候就可以帶來更多的白血球了 好 那白血球 過完之後呢 如果說今天還沒有這個 損傷到這個血管的話呢 白血球基本上 部分種類的白血球 可以透過變形球運動 然後從內皮細胞這個地方出來 然後出去到這個受腸組織細胞 這地方是有清楚的動作 好 所以這種細胞 它會去進行那個病原體的吞噬 然後所以這個吞噬的過程當中呢 就會它會形成一個吞噬體 好 所以這些吞噬體 它的概念跟我們以前 那個高一的時候講過一個細胞的包氣構造 其實一是相同的 就是石炮 那只是因為我們現在應付的是 要說明的是一個一般的情況 所以你可以把它叫做吞噬小泡 OK 那這個吞噬小泡跟石炮一樣 它需要另外一個構造來配合 就是溶體 這個溶體裡面 好 吞噬小泡形成之後呢 溶體會過來跟它結合在一起 溶體裡面呢 可以提供多種水解雷 這會有影響嗎 一般促進蛋白質分解 促進多彈分解 促進脂質分解的這些酵素 我們通常就把它叫水解雷 所以當病原體開始跟這個水解雷接觸的時候呢 這整個病原體就可能會解體 那甚至於有可能分解到一些變成是小碎片 甚至於是很小的有機分子 比如說胺基酸 比如說彈糖等等 那這先提是時間要動 所以 那如果你一把病原體給瓦解掉 那這個致病的因素就消失 那這件事情就算解決了 如果 如果在這樣子 這樣的一個 具有清除能力的這個細胞 能夠處理完之後 那這些殘留的東西 不再有致病能力 那表示我第二道航線可做的事情 就完成了 就徹底完成了 那如果不行呢 不行的話 等一下要講的就是還有 我們預防留著 後面還要再處理一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說 這樣的具有分視能力的細胞 在整個 要不要擦 要不要擦 要 只是在哪 各位的 幫我上那邊 快點快點快點 要不要擦 有 有 你幫我手一直舉高 也是會廢掉的 買了沒有了 買了沒有了 所以先解决一个问题,就是哪一些白水球具有吞噬的? 第一个,以数量最多的白水球来说是四中青球 它是白水球数量最多,也具有吞噬的能力 不过它有一个缺点,一般在观察上发现它割掉病原体之后,通常自己很快的也真的会死亡 所以这种白水球就是在想,它数量多,所以有数量的优势 可是战斗力相对差一点,就是没有办法持续使用 那另外一个呢,是应付特殊状况做吞噬的 它数量其实相对少很多,然后主要应付谁?主要是应付寄生虫 那因为你看人会感染寄生虫的机会,其实相对,那个几率是比较低 所以它被分配到的数量也比较少 那另外一个问题是,有些寄生虫的大脂的,就是多细胞 所以你要一个白水球干细胞,它去应付多细胞 所以这样也是有点难度 所以这种通常它必须要一起集中活力 就是说万一有寄生虫出现的时候 那它就从寄生虫不同的地方去把它夺住 比如说手臂的地方,它是整个寄生虫的身体 然后它那个四川腱球就从身体的某个地方这样去把它免下去 然后从那个地方去做破坏 那你可能一口气要好几个四川腱球一起来合作 那可是平常要遇到寄生虫的机会很低 所以这个四川腱球它可以去协助四川腱球的破坏 然后,所以可以帮它拿 那因为,好,有到寄生虫的时候 那主要对付的恐怕比较需要依赖它 因为那个病人体比较大 然后接下来第三个就很重要 它的能力很好,可是它的数量也很少 这是一个遗憾 就是,一般会用两种写法 那这个白血球,它不工作的时候 它是一个规规矩体的球型细胞 然后这时候把它叫蛋恶球 那当它开始工作的时候呢 它会开始转型 然后有变形重运动的现象 就是这个细胞会扭曲 比如说它从那个血管转出去等等 然后会有这些变化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给它另外一个称呼 叫做巨氏细胞 所以吞噬性细胞 是指具有吞噬能力的细胞 那可是巨氏细胞只能用在它 这个名字是它的 那巨氏细胞被分配到的数量 就是整个白血球当中 被分配到的数量是相对比较少 所以它能力很好 就是它可以吞,然后再吞,再吞 所以相对来说 它是整个白血球当中 其实算是比较好用的 也比较长寿的 可是也很难去说一个理由 就是说 为什么它被尊贴了 我们就上去 好,所以等一下 请问这三场有没有 四场 四场可以了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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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所以接下来 那这个细胞 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通常 你说因为第二道防线 在发挥作用的时候 表示病原体已经入侵了 对不对 那 表示突破第一道防线之后 其实我们身体内部 应该可以有第二道防线 非专一性的做法 跟第三道防线专一性的做法 那什么时候该是二去处理 那什么时候该是三去处理 那事实上 这个是不可能的 基本上这是一个牵扯到 比较复杂的合作关系 好,所以 等一下 我们需要一整面的黑板 来讲这件事情 好,所以 所以 这边擦掉 所以 吞噬呢 如果我们用一个 比较简单的方式来说 如果 先夸张放大一下 这个如果是一个巨噬细胞 可以看到巨噬细胞正在吞噬 这个是第二阶长防线 对不对 然后 假设就是吞噬小跑 然后 融体已经跟它结合了 好 那现在有一个病原体在这个地方 好 然后呢 这个病原体的表面呢 有一些特殊蛋白质 它自己有用的 好 伴随了它跟融体结合的时间越久 这整个病原体的架构呢 就开始被瓦解 OK,被瓦解了 这样 好 这个问题 那么要讲 如果病原体的架构被瓦解 它致病能力就消失 那这件事情 大概就算解决 因为你之后只要把那个 它残留下来的成分呢 把它分解掉 甚至于可以支援回收 大概状况是这个样子 但问题是 现在有两个 两个比较 很有可能会发生的状况是 巨噬细胞 如果你把它约略当成是 好 我们用一个比较夸张的数字 如果它占白雪球的总数目的异常 那也就是每单位体积 它了不起这种状况 对不对 那你如果万一在这个 比如说它是一个仓口部位的话 你说仓口部位 一口气入侵进来的 这些病原体的数量 是不是很有可能会远超过白雪球的数目 所以这是战役比较悬殊的问题 对不对 你这种打仗很厉害的士兵 可是能力很好 可是它的数量能力很少 你要靠它慢慢去把这些病原体清除 恐怕很花时间 不要忘记一件事情 这个病原体进来的时候 如果你拖的时间太久 那个被你破坏掉就破坏掉了 那那些还没有来得及被你破坏掉的 是不是可能已经开始进行的 那个增值破坏值 对不对 所以你一边破坏的数量还在增加 那如果它数量增加 速度比你破坏的速度还要快 对不对 所以这时候感染大概视频会扩大 可以理解了 好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 刚刚就是数量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 你今天会遇到这样的病原体一次 那难道这辈子 不可能再遇到第二次吗 是不是有可能 好 所以这个时候 每次进来之后呢 我们就得启动这些基本的数据 然后才能够应付它 这样也不对 我们可不可以 在第二次或第三次以后遇到的时候呢 那用一个可以更快速反应的方式 然后更有效的站立 然后即使把它清除 所以等下你会看到白血球 这些阻打的合作关系 所以吞噬 有时候还有后面可做的事情 做什么呢 接下来我们把趋势细胞缩小化 因为这是要出现它 它已经初步被瓦解了 可是它身上的某些成分呢 有时候会被巨尸细胞给保留下来 然后巨尸细胞会利用它自己的特殊蛋白质 白色都是属于白血球身上的东西 黄色是属于那个入侵病原体的东西 那那个病原体你暂时想像 用一个想像 就是说它可能是细菌或病毒 这样的话会觉得比较真实一点 好 那所以这个还是巨尸细胞 OK 巨尸细胞会做一个很很妙的一个动作 就是说它会利用它自己细胞质当中的这个东西 把它简化成就是一个白色柱状的物 然后从细胞质当中呢 抓着这个病原体的某些成分 它本来 比如说可能本来是细菌细胞膜上面的某个蛋白质 也有可能是病毒的外壳蛋白 那病毒瓦解了 或细菌的细胞膜也解体了 那那个蛋白质的基本成分 基本组成都还在 那它就利用它自己的这些特殊蛋白质 抓着这些病原体身上的这个 有特色的这个分子呢 把它放到它自己的细胞树上来 可以理解这个过程吗 所以这东西抓着这个 从细胞质里面把它带出来 带到它自己的细胞上 所以不要忘记哦 遮掉这几个东西 这个细胞是我们的 加上这几个东西 它就可以露出部分病原体的特质 对不对 所以细菌细胞干嘛要做这件事情呢 因为它要利用一个方式去告诉其他白血球 现在有一个病原体入侵 这个病原体的特质在这 好 然后让其他的白血球可以去认识一下 这个病原体的特征 OK吗 好 那为什么是蛋白质 或者是糖蛋白 蛋白质是依据什么制造出来的 你要有那个基因才做得出这个蛋白质 对不对 所以我今天 比如说它的细菌的DNA有某一个基因 它才制造出这个蛋白质 或者这个蛋白质 好 所以 一般来说 就是西方会把病原体的特征 直接曝露出来的 通常是蛋白质糖蛋白 一定有遗传上的价值 好 但问题是 它现在到底要知道哪一些白血球之道 好 通常这个关键的角色就是它 好 好 好 辅助T细胞 这是它名字 那 挂了辅助这个字眼 会觉得它好像有点配角 等一下你会发现它其实是主角 好 代号等一下会用到 所以我先写上去 好 TH 那这个动作呢 基本上要先回过头来看巨石细胞 好 好 我们把这样的一个过程 就是本来是巨石细胞自己去多分解 那就没事了 好 可是它多做了一个额外的动作 就是让那个病原体的这些独特性的成分放在它自己的细胞膜上 然后呢 让辅助T细胞去知道一下有这个东西的存在 我们把这个过程叫做抗原呈现 所以当巨石细胞有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我们就把巨石细胞 你可以用另外一个名词去形容它现在的角色 叫做抗原呈现细胞 所以现在是什么东西叫做抗原 这个成分很重要 因为它是代表 我今天如果从这条线之前 它代表就是第二道防线 这么在做它该做的事情 这个之后就是启动第三道防线的重弯关键 所以二、三之间基本上它只是一个合作关系 不是说我硬是要去切割 你第二道防线就是这件事情你一去做 如果我第三道防线我就不管 就是这个样子 后面它的流程 看完会比较明显一点 那什么东西叫抗原呢 你大概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看待 就是能够引起 免疫反应的蛋白 或糖蛋白 或部分的多糖 这种多糖大概都比较不是属于我们比较熟悉的那种 像纖維素、淀粉、甘糖这种 都是属于那种它这个分子的构造 那个形状独特性比较强的 所以一般还是以蛋白跟糖蛋白为主 那那个多糖是那个中医院院长的端长 所以有机会有去听演讲 可以问他这件事情 好 好 关键步骤 第三道防线 准备开始启动了 那所以 接下来那理论上 如果聚氏细胞 那是白血球 辅助T细胞也是白血球 所以这个白血球 我告诉另外一个白血球 现在我碰到这个东西 那你要不要帮忙解决一下 结果发现 辅助T细胞 它自己没有亲自去解决这个抗原 大概我们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说 它会去了解到 原来这个抗原长这个样子 去世细胞可能一口气在它细胞膜上 同时出现好几个抗原 而这个抗原可能同样来自同一只细菌 或同样来自同一只病 那真正被辅助T细胞捧到的 其实可能只是 巨氏细胞呈现了多种抗原的其中一个而已 因为不需要 只要关键的 关键的 被认识的就可以了 那辅助T细胞 既然自己没有跑去拨买 或者是捕捉这个抗原 所以它到底要怎么样 做接下来的事情 那就看看这个抗原的特性 到底是比较适合由B细胞处理 还是T细胞去处理 它的作用 等一下我们先用B细胞 因为它B细胞做法的工具 你们比较熟 所以我们先把B细胞解决 也先把辅助T细胞 想成是一个分配工作的角色 如果你现在在站场上 它就像是回关 所以它确认的 现在要对付对象的特质之后 那再依据这个特质 决定说 我现在到底是适合 叫B细胞去处理 还是T细胞去处理 OK 如果是B细胞处理的话呢 基本上 它会开始去分泌一些化学物质 B细胞 先把这名字给你们 先结论 大家还不会考到这个 就是 现在 出现在细胞跟细胞之间 去用沟通 所以利用化学物质 名字上也是基数 但多挂两字 因为那是细胞跟细胞之间沟通的 好 然后分泌细胞基数呢 取刺激 B细胞 然后 B细胞受到刺激之后 它会因此而开始工作 从不工作状态 就变成工作状态 它就会常用的用词 常常都是活化 或者是什么激活 类似这样的字眼 好 所以一个 原本处于休止状态的B细胞 受到刺激 它就开始分裂 然后分化 再来一个很明显的变化 它的细胞 细胞速度会开始增加 再来第二个 它会有很明显 比较活跃的迹象 那一个 正在工作的B细胞 我们给它一个名字 叫姜细胞 因为我们看到B细胞开始工作之后呢 它的细胞的轮廓 就不再是一个 规规矩矩的球形 它会有点 这样 有点矩矩不太规测 所以我们就把这样的正在工作的B细胞 这也是B 它是从这个地方转变的来的 所以把它叫姜细胞 所以它不工作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 好 OK 所以姜细胞是一个 就是 因为当初辅助T细胞认识的那个抗原 所以才演变出来 转型的这个 这个准备 要有一些作为的细胞 好 所以也可以刮 我可以刮刮给你们 它就是一个叫 以活化的B细胞 它是一个以活化的B细胞 那这个细胞到底有什么事情可以做 就是它有什么做法 可以用来对付那个抗原呢 它就开始分泌你们所熟悉的抗原 也就是免疫球蛋白 所以这应该是我们这学期第二次遇到这个名字 第一次遇到是在讲血浆成分 血浆成分扣除掉水分之外 最多的溶脂是血浆蛋白 血浆蛋白大概有三个比较常见的 也代表比例比较高的 白蛋白 凝血浆蛋白 血浆蛋白 这两个都是干制造的 这个不是 你谁知道 酱细胞 它是一种白血球 那知道之前那个问题 对不对 有一些小口题目里面出现的 抗体到底谁知道 不是干脹制造的 白血球制造的 所以现在 到抗体出现代表武器出现 冬具出现了 所以抗体到底可以做什么用 就是换一个颜色 从抗体出现之后 我们可以利用抗体来抓住抗原 所以抗体出现之后呢 这个工具专门用来捕捉抗原的 但不是说 随便一种蛋白质或蛋白它都会去抓 因为 它一定要挂着这两个字 以前有讲过 你只要看到蛋白这两个字 一定要去想到它的专一性问题 黄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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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提到,你現在入侵的病原體的數量可能有它的優勢 聚氏細胞也許沒有辦法第一時間吞掉這些病原體,把它分解掉 所以在抗體出現的時候,B細胞將抗體分泌出去,它既然分泌出去 表示這些抗體就會出現在哪裡?B細胞大部分的場合可能會出現在08 所以如果它在08分泌了這個蛋白子,這個蛋白子出去之後,勢必會出現在081 對不對?那081後來又流到哪裡去? 跟晶腕會合之後又回到協議,所以這個抗體要嘛出現在08,要嘛出現在顯像 所以它是不是有可能要嘛在08這個環境,要嘛在顯像這個環境 就遇到那個真正的病原體,就是還沒有被處理到的這個病原體 所以它到底可以做什麼用呢?它的用途之一 就是當它遇到這些真正病原體的時候,這些病原體身上的這個特徵 不是被居式細胞呈現給輔助T細胞,知道嗎?對不對? 所以輔助T細胞,它誘導B細胞分化,就是為了製造一個專一性的工具 可以專一性地捕捉到這個分子 好,那抗體一般我們都會把它畫成像一個Y 補充性的部分我們下次在談,先畫一個簡單的圖 就是它會像這個一樣,這個稍微扭去一下,這樣就完了 這次畫的問題不太好,就它一個Y 抗體的基本的輪廓就是一個Y 然後這個地方跟這個地方可以用來抓住抗 就是一個抗體,基本型的抗體 一個抗體可以最多捕捉兩個抗體 可是你從病原體的角度來講 如果今天這個病原體它被兩個 它被兩個以上的抗體抓住的話 那抓住這隻病原體的抗體 是不是又有可能會去抓住另外一個病原體 所以它一堆的抗體遇到一堆的病原體的時候 我們就有可能利用這個工具 去把病原體抓成一團 這有兩個意義,第一個 我們可以因為這樣的捕捉 而限制病原體的治病的作為 第二個,如果說這個成分恰恰好是這個病原體治病的關鍵 我們是不是可以暫時掩蓋掉它這個能力 所以使得它無法發揮正常的子病的效果 懂嗎? 好,問題是 接下來算是一個,不知道算遺憾 還是就是談個特性 抗體只能去跟抗原做這種算是暫時性的結合 它並沒有真正去破壞這個成分,聽懂齁? 你是看到兩個,抗體是一種蛋白質 那如果這個東西也是,假設是細菌細胞磨上某一種蛋白質 你只是讓兩個蛋白質結合在一起 那請問那個細菌細胞磨上這個蛋白質的基本成分是不是都還是在? 所以沒有去破壞 所以這樣的話,看起來又少一個步驟 應該呢?如果這個東西真的是治病的關鍵,你還是要把它分解啊? 所以誰在做這個最後的分解動作? 就是還是要回到,很白色,比較明顯 又要回到誰手上? 反正有可能又要回到巨噬細胞手上 所以你可以這樣解讀 當初巨噬細胞它有數量上的劣勢,因為數量不足 沒有辦法在第一時間把病人徹底清除 對不對?所以找來誰幫忙? 找來第三套防線 第三套防線的參與細胞 P細胞、B細胞 對不對? 然後透過B細胞產生這樣的工具 然後先幫它抓住 那等它那邊它做完了 對不對? 這時候它可以回過頭來 將這一些剩餘的部分 而且已經被抓住 沒有亂動了 然後把它們做分解的動作 你看這一路上總共限制到幾種白天球 就是一個 輔助梯 B 有沒有 然後 B作用完呢 又回到巨噬細胞 這樣 有沒有看到白天球之間出它 都沒有關係 所以沒有要切割誰的問題 是說 如果這件事情 基本上真的需要供用到這麼多的資源的話 那你就是應該要做 對不對? 這樣子的話 才能夠把這些病原體不處理掉 對不對? 那因為這個 這個整個啟動過程當中 它先主要侵設到那個關鍵是抗體的產生 所以我們就把走這個方式的作用呢 就叫做抗體免疫 好 可是因為抗體的主要能夠發揮作用的場所 要嘛淋巴要嘛血槍 以這兩個場所為主 所以課本人用的另外一個名詞 叫做提液免疫 還記得提液這個詞嗎? 對不對? 所以血槍 淋巴這個環境 提液的組成 這是兩個很重要的空間 所以你叫它提液免疫也對 那個是以說場所來講 淋抗體免疫是以這個工具的名稱 來去形容它的 好 這地方要加一個戰書 就是 B細胞在受到刺激 開始分界跟分化的時候 它會同步產生一個 叫做記憶B細胞的角色 功能加持在哪 好 先知道一下 免疫反應會留一首 然後提到一個很重要的特質 你今天遇到第一次 就有可能會遇到第二次 那有沒有可能會遇到第三次 好 每次 每次都要走這麼複雜的流程 很花時間 好 那到底要花多少時間 這是我們下一次要談的 很重要的事情 那 輔助T細胞也是一樣 它也會留下記憶性的 輔助T細胞 對 很假的 狀況也可以 好 所以接下來 那 有些特定的看法呢 輔助T細胞會認為 這些事情 可能 由它同家族的另外一個T細胞 來解決 應該是比較好一點 所以這時候呢 它就會去分泌其他的細胞技術 然後去刺激 跟它同家族的T細胞 然後開始工作 這個T細胞呢 它活化之後 一樣 它會開始增加數量 然後開始做轉變 轉變成正在工作的狀態 那 這種類型的T細胞 它有破壞的能力 所以我們給它一個名稱 叫做 包 包 包毒性T細胞 也有人把它翻譯叫做 包殺性T細胞 如果你有看到這樣的翻譯的話 就知道 它講的是同一個 好 然後代號比較單純 就叫做T細 好 T細產生之後 接下來 我們用它來去說明一下 B細胞做法跟T細胞的做法 到底差別在哪裡 T細自己本身就是 捕捉跟破壞的工具 好 T細胞 而且 在這裏 啊 我們可以做到 C細胞 工作 但是 就是 有 Tc產生之後 它在它的細胞膜上面會產生一個可以跟抗原結合的工具 但是這個工具它是放在Tc的細胞膜上 不像B細胞 B細胞所產生的抗體可以跟抗原結合 可是B細胞是把它丟出去的 所以丟出去之後它怎麼去作用 已經算是跟B細胞沒有關聯了 這個地方是Tc拿著這個工具親自跑去捕捉抗原 這樣看得出差別吧 至少以作用來講 對象成這樣馬上就知道了 這個工具還是要給它一個名稱 這邊B細胞產生這個工具叫抗體免疫球蛋白 這地方我們就用一般的稱呼受體 但是把它叫做抗原 抗原 收體 OK 也是在白質 所以用一個有特殊造型的蛋白質 它的形狀剛好跟抗原 是可以吻合的 所以利用這個工具捕捉抗原 所以現在問題來了 Tc到底要去找誰 好 大概有幾個比較經驗上面可以看得到的對象 第一個 它會去找我們的細胞 但是是一個已經淪陷受到感染的細胞 比如說如果現在我們的細胞被病毒感染了 通常病毒在感染的時候 病毒基因所製造 所透過轉路轉移製造出來的一堆蛋白或糖蛋白 在某些成分它會被移到那個被感染的細胞部上面 以用我們的白血球來說 我們必須要去察覺這樣的異常細胞的存在 因為你不找到它 可以想像下一步會發生什麼事情嗎 你當如果現在一個病毒進去 然後一千個出來 病毒現在是把我們的細胞當作複製工廠嗎 所以如果它一個進去出來是一千個 對不對 那這一千個只要有十分之一 在完成下一波的感染 你可以想像那個被增的速度其實很很慢 倒入乳趁著這個細胞淪陷的時候 直接把這個細胞乾掉 阻止這個病毒的增殖過程 這樣可以簡單嗎 所以這個犧牲是值得的 但你為什麼能夠找得到它 幸好很多病毒在感染的時候 會在這個受感染的細胞膜上面 曝露出一些特徵 就是那個病原體的特徵 所以提起可以去找到這些 而且你希望它找到這些 所以一個可能是 就是我們的細胞它已經受到感染了 第二個是 它可能已經有一些異常 所以比如說 腫瘤細胞 腫瘤細胞 腫瘤細胞基本上 它當然就是一個突變的細胞 但它跟正常細胞一定有一些不一樣的地方 所以這個也類為是需要破換的對象 另外的是其他外來的細胞 課本舉的例子是器官移植 你想像一下 假設有個人斷手 運氣很好 有捐獻一隻手給他接上去 排除技術面 你要接骨頭、你要接肉、你要接血管、你要接神經之外 好,所有東西都接好之後 你看接下來 最嚴苛的考驗是什麼 你手接上去之後 這隻手 如果你要讓上部的細胞可以活下去 你血液一定要過去吧 血液過去白腿球是不是就過去了 對不對 所以如果白腿球根本就不想要認這隻手 因為它一過去之後 就是你想要整條血管 然後這是接起來的地方 那從這個人身上的血液過去之後呢 它本來流過的這段管子的管壁、內皮細胞都是它認識的 突然到這個接縫這個地方 一過去之後翻譯 不對,我碰到這個血管壁的細胞 跟剛剛那個不一樣 所以如果白腿球不願意接受的話 那基本上這個椅子就算白腿管壁 再給你講 所以它很有可能是其他的外來的細胞 這外來不見得是入侵 像器官移植就不是入侵 只是說因為你現在硬是要把兩個不同遺傳 特質的人的構造把它應接在一起 對不對 那白腿球會碰到 白腿球如果不想要接受這個事實的話 那它就會去攻擊它 好,所以現在抓住了 好像還是沒解決 抓住之後呢 拼心會比較直接 它自己本身就可以提供破壞工具 接下來它就開始去分泌 第一個,先把細胞給幹掉 所以它會分泌一種叫穿孔樹 那對方 我換 用幾個好了 參考一下 就是它會讓 對方的細胞膜產生破洞 但是破洞數目很多 所以會有大量細胞子流失 緊接著細胞架構就瓦解了 那還不夠 因為 萬一這裡面呢 比如說本來預計製造複製1000個病骨 現在已經完成500個了 所以不是滑解這個細胞 可能是幫這些病骨釋放出去嗎 所以這樣還不行 所以還要再補一個 一樣,酵素 用酵素來去分解這些材料的成分 所以它會配合很多 看我們多糖分解的蛋白質分解的這個酵素 會不會破壞的功能 所以整個主角就落在它身上 可以理解嗎 所以我們就把走這條路線的作用 就叫做 細胞免疫 所以整個免疫反應 大概可以分成這兩個 可以不同做法的方向 就是看 看原的特質 到底適合用上面那個做法 還是下面那個做法 那如果真的有必要的話 兩個一起走也沒關係 有些特定的情況 有些抗原是 我走抗體免疫跟細胞免疫 也是可以同時做的 這種細節的部分我們下次改來看 那這地方要先補一下 就是同樣的這邊呢 T細胞在分裂分化的時候 它也會留一手 它會留下記憶體系 因為這是免疫反應 一個非常重要的特質 這些經過啟動過程 這些B細胞或T細胞 通常它們會留下記憶細胞 這個是我們身體免疫能力 非常重要的一個資源基材 這樣OK嗎 最後一個簡單講一下 如果今天你是受到病毒入侵 整個過程當中病毒都還沒有來得及 進入細胞的話 基本上可能走上面 因為病毒比較小 所以這是一個很粗糙的記憶方式 只是方便記憶 但你要留意一下細節 如果遇到小的去想上面 什麼叫大的 通常T細胞對付了跟它同等基地 就是我是細胞 我對付對象也是細胞 我是真核所以我對付真核 所以你看受感染的組織細胞 所以如果今天只是一些分散的 在到處活動的這些病毒 找上面處理 但萬一是一個被病毒感染的細胞 找下面處理 這樣看不出差異性了嗎 這是一個很粗糙的記憶方式 可是考試的時候勉強還算好應付 但是這樣其實有點迴背教學的 但先要除少講一下 最小的往上面講 大的往下面講 然後它應該大的例子裡面 也比較這幾個為主 所以幸好那個狀況不算還很自大 OK 所以細節 我們就下次再談了